东坡肉的来历 东坡肉有名滚肉,东坡闷肉 据说是由北宋文学家苏氏首创的 苏氏在杭州做官时 遇到天降大雨,江河决堤,湖水泛滥 他就组织百姓挖通河道 并且在西湖上筑了一道堤,防止湖水泛滥 当地的老百姓因为这件事感激苏东坡 在过春节的时候,大家不约而同 来苏氏家里送肉送酒 苏氏收到后,便叫厨师将肉切成方块 烧得红酥酥的 然后分送给参加苏郡西湖的百姓们吃 大家吃后无不称奇 把他送来的肉都亲切地称为东坡肉